我们做完之后 我们可能先让它可以做连结算了 连结的话其实 做完之后呢 请你在上面打一个 也许这边干脆你放一个logo好了 也许这边有个logo 拖拉到这边好了 一张图就过来了 然后替代文字不用按确定 以后如果你要放图的话 其实在以前 如果你在Android Studio里面 可能没那么方便 你要必须要放个image view 如果在这边直接拖拉个图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有一个图进来 然后里面的话会连结到 请你把上面这个首页的名称改一下 底下东西也许等一下再来改 那连结的话请你在这边打最新消息 在下面有个连结 请你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这个最新消息 要连结到这边的话 请你注意 前面有个井 井的符号 后面加上什么 它的页面名称 就这样子 一样的 Enter一下 或者你复制贴上 新书登场 连结到这个的话 那就是井 Page 2 这个是井 Page 3 内容先不要加 没关系 反正我们先测试一下 能够跑再说 OK 应该这样没问题了 那我们如果要测试有几个方法 最简单是即时 或者是直接的 用Chrome或IE都可以拿来当模拟器 那就暂时可以先不需要设定那么复杂的模拟器 不过未来如果你要真的在手机上看到画面的话 还是有必要再用模拟器 模拟器或者是说你用你的手机来测试也OK 也就是说你做完东西马上可以在手机上看 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然后 这边的话基本上 我们来看即时好了 即时之后的话 这边有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那回去当然这边可能 还是需要有个东西 这叫back 现在没有 怎么变 没关系 很简单 一下子就可以让它产生了 那另外 新书登场 新书登场 back一下 好 那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个页面 等于是一个index 它就帮我搞定所有一切了 里面是靠什么 靠这个JQ Mobile 它其实帮我格式了 所以我一个页首 一个页尾 那再来的话 也许我们大概再多一些花样吧 比如说什么花样呢 我希望这边跟这边 不要长得那么丑丑的 因为那个点这样感觉 使用者看起来就觉得 不好看 所以有没有方法 让它变漂亮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在首页上面 加上这个叫导览列 导览列实际上就那把 加在哪里 记得 加在这个图的下方 是在什么 页首 这边叫它 是在页首 那我要怎么加这个东西 这边可能会有几个步骤 稍微稍微复杂一些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个 你要先知道 那个东西要放在页首的位置 所以特别注意 可能慢慢你要熟悉 就是说在程式码里面 它的结构 大概到这边 OK 其实这个是一个页面 它的结构一定是 DIV开头 DIV结束 最前面一定是 叫Data Raw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配取的角色是什么 一个就是一个配取 指的这个是一个页面 它的ID是Home OK 然后呢 我们里面一定会有个header 一定会有个content 那如果将来 我们页尾的话 会叫footer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 刚刚的这个 比如说这些东西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上面变成 像这样一个导览列的话 该怎么做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也许我希望做出像清单 下面有个清单 那怎么做 等一下再来加上去好了 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可以把这个页面 做成超连接 反正至少就这样 点下去 它可以跳到这边来 至少你可以回去 那回去的话呢 其实比较好加 如果你要加上 那个back的话 只要选择这个页面 接下来 如果你要back那个按钮 只要记得 在Juneweaver里面 它提供了一个 很方便的功能 但是你要找得到 选取它之后 找到叫什么呢 标签的 这个所谓的 检视器 里面就会有一个 类别 叫做JQ Mobile 记得找到这边 OK 其实你只要找到机关 后面都简单的 记得 这个其实同学 比较容易找不到 如果你要back 这个比较简单先做 这个 找这一个展开来 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呢 要让它显示什么 显示要不要增加那个 back的那个按钮 基本上你就直接在 这边找一下来 其实有时候这个属性的名称 这个是属性嘛 不用备 它自动就帮你全部列出来 其中有一个是 Data Add是增加 back是回去 BTN是Button 预设是Force 只要怎么样 改成True 实际上你做这个动作 它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写在哪里 各位可以观察一下 现在没有 按下去 请注意看一下这边 增加了什么东西 有没有发现 其实或者 它实际上你增加这个 它就是在这边 帮你写这一段 属性进来 在哪边 在ID的后面 有没有 这个是它帮你写上去的 当然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在那边设定 我直接打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可是 如果 叫你打程式 跟你用设定的 你会选哪一个 设定 设定嘛 对 叫你打程式 你可能会记不得 可是这个我觉得 有一个面板 谁不会用吗 所以你要学会面板 其实就可以设定 所有J-Cream Mobile的属性了 所以在这地方 我是觉得 J-Cream Weaver 这个部分算是功能 目前来看 好像没有其他工具 有这么方便的东西 所以这个我想 重点 所以为什么会 这边讲的比较慢一些些 好你做好之后呢 看有什么改变 而且最后有个好处 即时按下去 不用再那个 你就按一下什么 最新消息 贝壳 马上握壳了 有没有 那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想要改变颜色 这颜色太丑了 对不对 可以啊 里面有很多颜色 反正你就把那个颜色加上去 你觉得它有预设总共五个颜色 黑蓝银灰黄五个 就这么五个 如果你觉得五个不够 还可以再增加 它可以让你有机制增加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也许至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开个头 就是做这些三个连结 我们可以多页面连结到这边 然后在最新消息 新书登场 加上什么 加上贝壳的功能 贝壳特别重要 在这里 贝壳Button 这边有个处 这边也是 再把它加个处就好了 所以以后的话 你至少及时看一下 最新消息可以贝壳 新书登场可以贝壳 这边也可以贝壳 这样就很好用 基本上 这可以离开的地方 如果说 你要用Android Studio 做出类似的话 画面 那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用Java转写的话 要跳多页面 真的太麻烦 因为你还要学什么 Activity是什么 Intent是什么 然后你可能还要带东西 还要学会什么叫帮动 然后你要做很多页面 做完之后还没有就好了 还要再设定什么 设定有一张Android的Manifest的权限 你还要再让它可以跳页 那简直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这里 多页面就变简单了 OK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记得先在首页上面 因为你上面先拉个图好了 然后在底下做超连结 那超连结就三个了 最新消息 记得选取之后 在下方会有一个那个连结 记得是锦 打一个锦 然后page 1 它就连接到第一个页面 好